台大醫院 混打 其實他認為有一個解方 混打 他說如果要拼25% 甚至拼到30% 混打是很好的解方 世衛並沒有建議大家不要混打 對此指揮中心有沒有什麼樣的看法 那台灣也有可能會混打嗎 台大醫院已經開始在展開 這個關於混打 一個月內小規模的一個研究 那可能要兩三個月之後會有結果 所以我們也希望這邊有一些本土的實證之後 可以再給大家提供關於這樣混打的一個有效性 以及安全性的一些數據 如果打過AZ 要再打第二劑 原則上要等10個禮拜 可是如果AZ打過的 要打莫德納你知道 目前只要等4個禮拜 如果那些需要快速你知道 建立那個完整的防護網的話 我是主張混打 因為這樣可以馬上就很快就打第二劑 直接打莫德納 就建立防護網起來 如果一定要打AZ要再等AZ 那要等10個禮拜還有得等 其實不只是柯P 其實很多專家很多醫生都建議混打 而且柯P也說了 如果你混打的話 其實你間隔的時間很短 只要4個禮拜就可以打了 所以你很快可以再打第二劑 那這樣的整個施打率和覆蓋率 就會快速的提高 你認為應該混打嗎 因為到現在指揮中心還不願意送口 理事長 因為混打 如果我們按照這個理論來講的話 混打是不排斥的 為什麼 我們就要知道為什麼要混打 為什麼要接種兩次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知道一次是讓疫苗 對人體有反應 真的一次反應 二次是著床 著床就在動到骨尾 把它弄久一點的意思 一次反應二次著床 那既然我們現在所有的疫苗 都在同一個標的去作用 我們不管是mRNA DNA的 mRNA或腺病毒的 或者是蛋白的疫苗 它所有的疫苗 它的標的都是幾蛋白 沒有錯 所以它能夠追加的 都是同一個標的 這是沒有問題的 這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混打在理論上是可以接受的 那為什麼WHO說不行 WHO那是被誤傳 他說你老百姓自己去搞不行 你要經過專家 老百姓自己去搞不行 對啦自己搞不行 你要經過醫生評估說你可以混打 你就可以混打 對 所以說這個東西 基本上要政府趕快訂這個規範出來 到底哪個可以做 因為老百姓非常的聰明 你不讓我混打 我就是要混打 政府說不的就是渴的意思 所以說你基本上你要趕緊給它 標準要訂出來 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 你不要說現在我不同意 你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老百姓自己會去做 那自己會去做可能會打得很亂 今天不是已經有五位自己混打嗎 他說我只要不帶我那個AZ小黃卡去 反正健保卡也抓不到 健保卡抓不到嗎 這也蠻匪夷所思的 但是確實在今天台灣已經有五位民眾 他們是故意混打 不是不小心混打 之前有個阿伯不小心 現在這五位民眾 是他們故意不告訴醫護人員說 他已經打過AZ了 也沒有拿出他的小黃卡 接著他就打了莫德納 他就混打了 對啊 所以他這個混打的話 反正會變成亂打了 為什麼意思呢 我們知道混打的話 比如說你前面先打AZ 然後再打BNT 或者再打莫德納 混打這個東西的話 你先打AZ的時候 你要遵照AZ他追加的那個時程 AZ打過去以後 他應該八到十二週 你要八到十二週再打的 可是剛剛柯P說四週 不對 這個不對 這個就還沒有定規範 連柯P都不曉得 怎麼說這規範要定出來 柯P說混打會讓時間縮短 不是的 混打能夠增加接種率 所以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我假如說我要照著規範 我要不混打的話 我要等到那個 該等到的那個疫苗 他才那個打 那我假如說沒有 那個疫苗沒有來 我用其他的疫苗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 接種率當然會高 不是說他的時間會縮短 時間沒辦法縮短 所以柯P也搞錯了 不一定 這個指南還沒有進出來 所以你沒有明確的指引 對 你假如照著我那個理論 一劑反應二劑著床 我們到底疫苗最怕什麼 疫苗最怕既有抗體 你抗體還在就把它抓掉 我們當初AZ加AZ 為什麼AZ加AZ不行 效果不好 反正AZ加BNT效果會好 到底在哪裡 因為AZ打下去的時候 它產生的是一個現病毒抗體 另外一個產生我們的新冠的抗體 新冠的抗體 對不對 對 那兩個東西 如果你下面再打一個AZ下去的話 AZ它又是個現病毒 現病毒會抓現病毒 現病毒會抓現病毒 對 它的追加效果就變差 但你如果用另外一個 用BNT的話 BNT它只有現病毒 只有那個新冠的抗原 打下去不會被抓掉 其實我們如果開放混打 為什麼速度會提高 也許不見得是 因為柯P所說的縮短時間 是很多在第一劑 狗不裡殺中打AZ那些人 你知道很多醫護人員 剛開始他也不想打AZ 可是狗不裡殺中 或者是一些長者不想打AZ 狗不裡殺中打了AZ 因為那時候疫情很嚴重 大家想知道那就去打 第二劑如果可以混打 我想很多人會更積極 因為AZ再加mRNA 其實它的抗體表現是最好的 對 沒有錯 但是現在指揮中心 就不希望你太積極 為什麼 他希望就是用第一劑 人口比就出來了 你打一劑就可以了 知道吧 先把一劑覆蓋好 所以他現在不混打 也有這個道理 所以他要拼第一劑 對 他不想第二劑的人太多 對 剛剛既然談到了施打順序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施打順序 有很多醫生抱怨說 會打得慢 跟我們這個施打順序 很複雜有關係 123456789這個類別 然後分得很細 然後誰屬於哪一類 能不能打 非常複雜 對 這個是我們接種的順序 12345678910 其中我們可以看到 最需要打的就是1689 1689 1689這四個族群 那這中間夾那個什麼 我叫做夾心餅乾 夾心餅乾 雙層漢堡的意思 夾了兩層 這些東西夾什麼東西 夾特權 這是真正該打的 最好的一個分 那個接種順序是 1689放在第一類 都放在第一類 其他全部按人口分下來 這樣就好了 按人口的意思是 也不要分年齡 也不要分年齡 市長的想法是 因為這些人是最高風險 不是感染風險 就是死亡風險 除了這些 大家的風險都是一樣 沒有人有高風險 因為你只要在社區活動 任何人跟人接觸 就是風險 你沒有說哪個職業 特別有風險 哪個職業 特別沒有風險 沒有這回事 所以其實你把高風險 和重症風險 這一拳先打完之後 其他老百姓都一樣 對 也不是說病毒 會選38歲的 不選28歲的 不會啊 所以這個是最 標準的一個做法 兩個族群 你看他把最需要打的 89這兩個族群 放在下面 中心就會夾帶 那些夾心餅乾 這個是很惡毒的做法 尤其是第二類 什麼中央地方政府防疫人員 這是官員 什麼 因為需要出國的 什麼高接觸風險低限 我也不太懂 什麼叫高接觸風險低限 就醫師人員了 長照 65歲以上 罕見疾病 重大疾病 重大疾病 聽說其實 有很多人抱怨說 我有重大疾病 我還是打不到 對 我跟你講 這個其實我們那個 這個分佈的族群 會沿蕩我們整個的那個 什麼接打的那個 接動的 接動的 分得太細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有些族群 這不好找人 也不好打 比如醫師人員 醫師人員 光光醫師人員開打到打完 大概一個月左右 你說這個惡不惡心 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呢 為什麼呢 醫護人員 擋人家擋一個月 你打一個月 你沒關係 你自己慢慢打 可是你擋了別人一個月 如果有疫苗的話 下面不是是接上來了嗎 對 那醫護人員 那時候為什麼打那麼慢 因為不想打AZ 因為當時是AZ 當時是AZ 可是AZ的話 醫護人員是瞭解 瞭解的話 你就不能像老百姓一樣 有這樣子的排斥 政府給你打 不是政府不是說 給你什麼你就打什麼嗎 你為什麼不打呢 對不對 所以這個很重要 那下面又一個麻煩 第九類 第九類 罕見疾病 和重大傷病 這個問題 我在2020年就碰到了 2019年有個病叫做新型流感 新流感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是個世紀大病 那個時候是需要疫苗的 沒有錯 那當時的時候 世界衛生組織就給各國 下了一個命令 什麼東西呢 他就告訴你 你們各國前100個病例 你給我好好的做個調研 研究什麼東西 研究說這些病裡面 到底哪些是高感染風險 哪些是高死亡風險 結果當時各個國就開始做研究了 台灣也做了 做了研究發覺 我們最高的死亡風險 有三個族群 第一個是重大傷病卡 有重大傷病的人 第二個胖子 第三個孕婦 第三個孕婦 這些人必須要打疫苗 結果呢 我們提到全國的防疫會議裡面去 這三個人要打 當時的行政院長是吳德毅 吳德毅說 趕快把這些人找出來啊 光這句話下去 就找不出來 胖子怎麼找啊 接上去 胖子出來打疫苗 全部人都跑光了我告訴你 那也沒在健保卡裡面 健保卡也沒寫說誰是胖子啊 對 所以我們完全依靠的是靠健保卡 健保卡 你如果碰到一個沒有健保的人 就是沒有進健保卡的病 胖子怎麼是病 胖子不是病啊 那你怎麼去把這些人找出來 所以關鍵在於把人找出來 疫苗要打到人身上才算數 講講不算數 不是公共的就是衛星拜託嗎 要煮到才衛星 好 疫苗的接種也是 亂 亂 亂 對啊 你看到 這行政院的發言人說 你在講棒嗎 結果你看到了陳時中 你在拌棒嗎 然後現在 在拌棒 然後現在民眾 為了要施打疫苗 因為總而言之就是疫苗不夠 不夠了之後 你還亂 亂 亂 一個亂已經不得了 你還七個亂 今天看到七個亂是什麼 第一個亂 早上的 APP 然後預約系統 開放 18歲以上的年輕人 可以開放預約了 你看到一開放的時候 大當機 一分鐘湧入6000人 有一個民眾 花了四個小時 他才完成登錄 結果他在這個 11點32分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 這個預約系統來到多少 666萬的一個序號 短短一點 665萬 666 66大順 結果全部都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 加放 然後2.5個小時 就湧入300萬的人次 有的民眾講說很奇怪 你在打疫苗的時候 你都會分流說幾歲到幾歲 幾歲到幾歲 你開放這個一月登記 難道你就不會用分流 說幾歲到幾歲 是什麼時候來登記 幾歲到幾歲 是什麼時候來登記 然後你一開始開放18歲 全部都來登記 結果造成大當機 大當機的時候 好 下午順了 講說我要收回了 所以說你這不亂嗎 好啦 那你講說疫苗這一個 預約就這樣亂 然後現在來的 我接到的消息 現在不是有AE跟莫德納嗎 是 然後現在莫德納陳時中部長講說 這莫德納村的這一半 要流到第二劑 我們都沒有聽說 你還傻了 應該第一劑趕快大家先打 本來就是啊 你要拚覆蓋率 你要拚覆蓋率 那為什麼現在AE來的 五月份開始 甚至四月份 三月份就開始施打的AE 我怎麼不聽說 你要讓AE打第二劑 沒有 然後現在你開放一月的時候 AE 莫德納 好啦 大家都挑莫德納 結果AE都沒人送 所以只有七萬多 只有七萬多 然後你現在講說 現在十六號開始 全部都是AE 三個禮拜 你要趕莫德納 三個禮拜以後才有 三個禮拜以後有沒有 不知道 那你為什麼要讓街總有空窗呢 對啊 你為什麼要空窗 那今天如果說 BNT來進來的時候 那你講說AE AE BNT 大家也要挑BNT 你AE都沒人送 所以說人家就會覺得講說 你現在是不是在護航AE 叫民眾趕快去 都沒有關係 我會講 你用分流的 這杯如果不會送 會一杯 這杯如果不會送 又會一杯 你用分流的 如果要送的人 你趕快一直往下打 年齡層往下打 但是很奇怪 想要送的 沒有 想要送的 會再送 你看高雄很奇怪 一個老翁 他AE居然混打莫德納 那是全台第一位 很厲害 我們健保卡 是不是插進去 就會有助記 對 助記你有沒有打都很清楚 耍了的時候 你還會發一張的 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 這個黃色卡 結果黃色卡 你第一季去的時候 上面就會印這個AZ 結果他第二季的時候 他居然拿健保卡去看 健保卡居然沒有助記 健保卡怎麼會沒有助記 而且他第一季到第二季 我們來看他相隔了多久 這是他打第一季 他第一季打了AZ 是在6月24 經過兩個禮拜 7月9號 打了莫德納 7月9號和6月24 已經隔了兩個禮拜 這兩個禮拜 既然我們的健保卡 都沒有助記 衛生局還說 沒有辦法即時顯現 我說真的 健保卡沒有辦法即時顯現 這件事很瞎 兩個禮拜沒有 就算再走不能幾十天 不可能等兩個禮拜 都沒有顯示 你說健保卡沒有助記 然後當然第四個亂 第四個亂你又跟我有助記了 為什麼 高風險住軍還有罕見疾病的 這第9類可以打 對啊 第9類可以打 結果人家 這一個長期慢性肝病的 符合第9類的 他因為沒有回準 他就不行 這一個中央指揮中心 陳時中部長講什麼 要1月1號到今年5月31號為準 這個時候健保卡又有助記了 那再來 如果是今年5月31號 以前才行的話 對 那我如果是今年6月1號 發現我是重大疾病 這樣我就不可以做了 對 世界上有這種事 這樣意思就是說 我5月31號以後 不能生重大疾病 如果我5月31號以後 生重大疾病 我就不能夠成為第9類 優先注射 所以生病要選黃成吉日 良成吉日 要還有這種事 這真的也很離譜 打疫苗不是要救命嗎 結果 這不是紓困 然後你胡娜叫你金 好了 那亂的第6個是什麼 這地方政府都在打疫苗 對 結果打疫苗的時候 你規則很多 然後細節也很多 類別又太多 結果現在都有第7類有沒有 第7類現在人家都講說 各個協會什麼東西 好 大家都在家 接著的時候 藝燒 殯葬 保母 瓦斯公會說 我這也是都接觸民眾 我這也有感染風險 為什麼我沒辦法 做到第7類 然後地方政府要打的時候 你有講說 我現在讓你這個地方政府 多少劑 那個地方政府多少劑 來 我統一出貨 結果我這個縣市打完了之後 他就說 大夫就要等 等到你中央同時出貨 我還有 再有第二階段可以施打 這誰講的 陳其邁就在講的 好 所以我來問一下 小醫師 據說連你們診所 護士到現在還打不到 還不到 到處打電話 不是 你們護士是第一類 對啊 因為 你上網也約不到 打電話去也約不到 他叫你去 你就排隊試試看 他跟你講一句話 繞一句你來排試試看 問題是護士要上班 護士是第一類 對啊 到現在沒打到 你們診所有幫忙 人家打疫苗嗎 沒有 我們申請 你就被人家已讀不回 我們 為什麼要被人家已讀不回 打疫苗又不是什麼高僧 你會打流感 不會打疫苗嗎 對啊 目前就是屬於 已讀不回的狀態 所以我們為什麼速度那麼慢 就是我們捨不得 你為什麼不多給人家一些呢 為什麼不多讓一些診所 或地方醫療機構幫忙呢 甚至於你為什麼要分得那麼細 那麼複雜呢 在國外是這樣 你第一類醫療人員先打 絕對沒有問題 醫療人員打完之後 就照年齡往下打 就這麼簡單了嘛 你為什麼不夠知道 什麼國家政府重要人士 防疫重要人士 什麼有的不的 什麼一二三十五十七 搞得不清不楚 結果最後大家 都搞不清楚到底 誰要先打誰要後打 還搞了一些什麼 特權疫苗的爭議 所以疫苗接種也是亂亂亂 不過剛剛我們談到 這個案件非常離譜 高雄竟然傳出有老翁 AZ打完兩個禮拜之後 竟然醫療院所幫他打了莫德納 老翁本身是失智 所以他也搞不太清楚 就跑去打了 混打 這是台灣第一起混打的例子 偏偏我想家屬 今天心裡一定很不識智慧 偏偏WHO就在今天說不能混打 WHO說什麼 混打疫苗是危險趨勢 他老爸今天才被混打 WHO今天就說 這是一個危險趨勢 這會心情 我們可以想像 問題是 混打不是之前 有非常多的國家 都已經開始混打了 為什麼WHO 卻說是個危險趨勢呢 其實世界衛生 管制全球的公衛 目前還有六十幾支疫苗 正在發展 三十幾支進入三級臨床 所以如果他允許混打的話 會打到天下大亂你知道嗎 你想想看 如果打兩劑 六十才六十是三千六 你有三千六百個組合 所以他不敢同意 可是事實上混打 有沒有學術上的理論的基礎 各位看看 人類的免疫 從自然先天免疫開始 到後來打疫苗現在 後天免疫 其實被發現AZ疫苗 對於我們的 這個先天免疫的部分 讓我們的這個聚氏細胞 把這個抗原 病毒抗原送給B細胞 送給T細胞的時候 這個剁成AZ很強 可是輝瑞這種mRNA疫苗 它讓B細胞來製造抗體的部分 刺激作用很強 所以你把這兩個弄在一起 就是把它最好的部分都湊在一起 所以它學術上是合理的 好那我們來看 學術合理 事實有沒有發生這個合理的現象 看下一張 我們來看實務上 對 其實有人發表過 好幾篇這個所謂的混打的研究 我們現在看比較新的這個研究 西班牙他們國王 卡洛斯三世的這個健康研究 他在5月18號發表 他發現混打疫苗的結果不但有效 而且1加1大於2 已經打第一劑AZ疫苗的受試者 如果你第二劑混打的話 他這個總共找了663個人 18到59歲來做這個研究 發現混打真的比較好 那之前我們也看過這個研究就是說 AZ加AZ AZ加BNT BNT加BNT 結果AZ加AZ其實是效果最不好的 對 第二劑混打MN疫苗效果比較好 在這個研究裡面就跟你講說 學術中的ICC的數量 比單打AZ的人多了三四十倍喔 不是多了三四倍 綜合抗體量大增七倍 遠高於兩支AZ的兩倍 所以你可以看到混打的效益 好 我們看下一張 這是在西班牙 對 這是另外一個混打的研究 而且這個混打的很複雜 AZ加AZ AZ加BNT BNT加BNT BNT加AZ 好 那我們來看最後的結果 間隔四周打完疫苗之後 免疫反應怎麼樣 當然最強的是BNT BNT 第二名是AZ加BNT 那BNT加AZ效果就差一點點 可是AZAZ這個就明顯的 有倍數上的差別 所以事實上 所以AZ加AZ是抗體最低的 對 那我馬上就有BNT 觀眾朋友不要說 我又沒有BNT 我馬上就有了 我馬上就會有至少一千萬劑 對 而且德國的醫療團隊認為 所有的MRE疫苗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給他們總統 克爾 梅克爾打什麼 AZ再加上莫德納 AZ加莫德納也可以 他認為這MRE疫苗是一致的 是一樣的 沒什麼差別的 所以顯見說 那梅克爾都敢 我們的指揮中心不敢讓我們打 對啊 而且可是我跟你講 你疫苗不敢混打的結果 到時候你就會造成你很為難 比如說AZ用完了 第二劑要去哪裡打 現在問題就這樣 像現在很多人不打AZ 那怎麼辦 日本又送我們一百萬劑了 那你那麼多AZ 該怎麼辦 那如果你同意AZ加BNT 我相信很多人會願意打 對 我們先來聽指揮中心在今天怎麼說 WHO現在建議不要混打 那我們未來有關於混打的實驗 或者是策劃會不會繼續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還是就是說 因為這個都有一個時間序 都不急著 在這個時候 就馬上來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我們還是要把這科學證據 能夠看得更清楚 那當然WHO的建議 我們也會列在我們的思考裡面 好 那佳醫師我們再回來看 剛剛指揮中心說還是不行 來 我們來看 試半功倍更好的疫苗效應 是什麼樣的組合 其實這個剛開始 引起這個研究是一個錯誤你知道嗎 他剛開始 美麗的錯誤 對 美麗的錯誤 他剛開始第一劑打的時候 有把人家打半劑量 一半 結果他事後 反正就跟發生盤力氣力一樣 你也是因為疊子洗不乾淨 你才產生那個長霉的 像這個也是一樣 他打錯了 打錯的時候 事後去追蹤發現 效果還特別好 你看這個是半劑量加標準劑量 這個是標準劑量加標準劑量 結果你看看 這個效果降低了這個病人的感染力 降低了90 標準劑量 標準劑量只降低59.3 等於保護力 這個有90 這個59.3 那為什麼會這樣你知道嗎 因為你打這種 所謂的病毒來起疫苗 打進去會產生兩個免疫反應 對不起 我先打個岔 所以他這一次的美麗的錯誤 對 或者是說實驗 先打一半 然後再打標準 他這是在腺病毒還是mRNA 就是AZ疫苗 腺病毒的 腺病毒 AZ的 對AZ 那腺病毒疫苗本來有一個缺陷 因為我們打腺病毒疫苗 打到體內會產生兩個免疫反應 一個免疫反應是對腺病毒 一個免疫反應是真正的我們的疫苗裡面 DNA產生的極蛋白 好 那你想想看 如果我標準劑量打 打進去的時候 萬一我對腺病毒產生很強的抗體 我打第二劑的時候 疫苗剛打進去 你的抗體就把腺病毒通通幹掉 那你這個疫苗第二劑打 就看不到什麼效果 那他用比較低的劑量打的時候 腺病毒進去比較少 可是DNA產生極蛋白的量 的刺激作用很強 所以等於說 你沒有很強的對抗腺病毒 可是你對抗這個極蛋白效果很強 等到你打第二劑的時候 他就不會把你的腺病毒整個摧毀掉 所以他效果就很好 保護率高達90 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如果第一劑打AZ 他是給我們打標準劑量了 對所以你的效果就比較差 因為你第二劑 你進去的時候就被消滅掉 如果再打AZ 就可能降低到只剩六成了 對 可是如果半劑量加標準劑量 九成的效率 來問江醫師 莫德納又有四十一萬劑要來台灣了 有人說打mRNA 就是莫德納的疫苗 只要打一劑是真的嗎 不 所有的mRNA疫苗其實他很好 不過他打一劑能達到的這個保護率 大概就是介於五十%左右 所以 一劑真的還是不夠 還是不夠 對 我們來看這個最新的研究資料 這個是出自 我們科學界前衛的結果 Nature 排名前一二名的結果 他做了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他找了一些感染過的人 跟沒有感染過的人 靠打疫苗 打疫苗之後 他不但是像我們這樣簡單去測抗體 他會把它淋巴結切片 淋巴怎樣 淋巴結切片 切片 這是一個侵入性 而且反覆切 切了很多次 他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當我們打了疫苗之後 打了這個mRNA疫苗之後 他發現這個病人 他這個淋巴結裡面的記憶病毒 這個Bcell 就是B細胞 B08球 在15週之後數量沒有減少 而且還相當的活躍 所以他這個研究就推論說 看起來mRNA疫苗在人體 持久性很好 即使打了15週之後 其實如果並沒有產生太嚴重 變異的病毒的話 基本上無需再補打 這就是大家說 是不是打一劑就可以 沒有 但其實還是不行 對對對 這個研究是他打了第二劑 在切片的 打了第二劑在切片 對 不過他裡面有 所以他無需再補打一劑的意思 是打第三劑的概念 他指的是說 如果你打了兩劑 那其實這個抗體 還是維持很久 對 也許不需要再打第三劑 對 不過他當然有淡數 他說年長者 免疫系統較弱的人 或是這些免疫之基 什麼類固醇 很暴鈴的人 可能需要再打第三劑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研究 剛剛出來 滿振奮人心 你看這個是我們的抗體濃度 這個是極蛋白的這個IGG 你看他打上去的時候 到15週的時候 其實掉的不多 這是他的41個個人 事實上掉的不多 所以他就可以一直維持著 對人體的保護力 不過這個原來 有些媒體看說講說 打了兩劑之後就可以撐一輩子 這個就有點太誇大了 撐一輩子到現在還沒有明確的文獻 因為時間還不夠久 也沒有這樣的樣本數 我們往下來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Nature期刊這裡頭 還談到的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平均85天內損失九成抗體的 這件事又是怎麼回事呢 既然可以維持那麼久 為什麼又談到85天會損失九成抗體呢 這才是ACS Nero這個期刊上發表的 它是由美國加州大學所發表的一個研究 但這個研究很有趣 它這個是比較什麼 所以這個是去打臉 打臉Nature 對 它跟Nature的看法不一樣 另外一個報告 對 這個是打疫苗的結果 你注意看看 打疫苗第一針第二針 抗體素是增加的 抗體素是增加的 那這些人是什麼 這個是有感染的人 有感染的人你打一針 它的抗體素等於你 原來就靠疫苗打兩針的人 抗體素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把這個已經得過感染人 打一針之後再打第二針 看起來也沒什麼路應 所以感染過的人打一針就可以了 對 但是不能太嚴重的感染 要輕微的感染打一針 輕微感染打一針 那等它好了才能打嗎 對 這個跟我們以前觀念又不太一樣 以前我們說感染得了 就不用再打了 可是這個還是要再補 它當然要再補 而且補的還是有效 新冠肺炎感染過後 其實還是要打疫苗 對 可是如果你是很嚴重的感染的話 感染完之後你的抗體就很高了 基本上你就不需要再打疫苗了 對輕症的人需要再補 可是對重症的人 像是嚴重的急性感染病人 他抗體自然就很高了 所以如果你是感染住院那些病人 你大概就不需要再補疫苗了 那這個研究報告的結論 不是就打臉了Nature嗎 因為Nature說其實你可以維持很久 那它的報告的結論 跟Nature怎麼完全不一樣 抗體實際 不過這一點可能大家要了解一點 我們人的身體從來不生產 不需要用的東西 所以我們被兩劑疫苗刺激出來 我們就產生很多抗體對不對 抗體產生之後 後來發現說奇怪都沒有敵人 我們馬上就減產了你知道嗎 他不要一直製造這些不需要的東西 85天之內他就把抗體 九成抗體就不生產了 可是剛才Nature那個研究跟你講說 淋巴結切片的結果 15週之後 那個米淋巴球都還很多 會記憶這一個極塗蛋白的 這個米淋巴球還很活躍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沒錯 我人體為了節能 所以我不生產這些沒用的抗體 因為沒有病毒 可是因為我記憶體在 所以你只要有病毒進來 我馬上就可以復工 快速生產 快速打敗你這個病毒 所以他其實是沒有矛盾的 對 這個其實是不相矛盾的事情 我的抗體雖然減少 但是我知道怎麼樣製造抗體 對 因為我已經被訓練過了 所以只要疊一來 我立馬就可以製造了 對 我被訓練過了 好 那我往下來看 大家也非常關心副作用這件事 這個要考慮 為什麼 因為以前 莫德納疫苗很少 所以我們就不管這個事情 因為打分數都AZ 可是現在莫德納 現在比AZ還多 對不對 250加4191萬劑 所以台灣人就要面臨 我們打莫德納疫苗 會碰到什麼問題 那你注意看看 這個 橘色是莫德納 你注意看看 他有一些地方 淋巴結的壓痛 他這個比BNT嚴重很多 比輝瑞嚴重很多 對 噁心想吐 也比輝瑞嚴重很多 那他在產生一定量的關節疼痛 胃冷 寒痠 肌肉痛的 頭痛的 疲倦的 注射處疼痛 注射處疼痛 沒有什麼要緊 假設我們打那個什麼 霍亂 傷寒 那個也很痛 那一定會痛 所以你引起很強烈的疫苗反應 他就應該會發生這個 痰痛 但是看起來好像副作用 至少注射的副作用 比AZ嚴重 沒錯 他的確是比AZ嚴重很多 可是換一個講法來講 他就是因為 引起一個強烈的免疫反應 所以為什麼他能 保護力會高達94 就是因為他引起了 非常強烈的免疫反應 我們本來 如果沒有反應的人 就會沒效嗎 對 所以他就擔心這個問題 因為很多人打了AZ說 他們無感 沒什麼症狀 也沒發燒 也沒不舒服 那會無效嗎 這是一種講法 對 這是一個擔心 你打這個疫苗 完全沒有反應 有兩個可能性 好的事情是 你身上的自然殺手細胞 當你這個疫苗進來的時候 就被這個自然殺手細胞 幹掉 這樣很好 就像我們BK 有些人打疫苗 他也沒有抗體產生 因為他自然殺手細胞 太活躍了 這是好事 是 可是另外壞事是說 這個疫苗根本沒辦法 刺激你的免疫反應 所以你就打了之後 沒有感覺 你也沒有什麼痠痛 頭痛什麼 通通都沒有 這個就麻煩 反而令人擔心 對 但這個還好 之前大家談到的心肌炎 那又更擔心 那就是嚴重的事情 各位看看 美國現在不得 讓 不得不在這個 FDA 不得不在他這個疫苗的 注射那邊 加注一個警語 什麼要加注警語 你知道嗎 加注警語就是說 這個東西不好 可是我沒辦法避免 所以我要先跟你講 那為什麼要加注警語呢 你看這兩個mRNA疫苗 他打第一劑 每百萬劑 BNT會產生1.2個心肌炎 打第二劑的時候 就跳到10.4個 每百萬劑10.4個 就是1萬一個人 就會參加一個人 那莫德納更嚴重 他每百萬劑 打第一劑的時候 是5.2 打第二劑的時候 每10萬 就2.4 所以他事實上 每10萬2.4 每百萬24.7 對24.7 所以他已經是 VNT疫苗的兩倍多 的心肌炎的次數 不過話說回來 可是大家會有疑問說 這個心肌炎搞不好 正常的人也產生 就像我們前一陣子 背景值 對 因為前一陣子很多老人家 打疫苗死了 那指揮中心的意思是說 那可能大部分都是背景值 指揮中心就說那是背景值 對 那這個有沒有可能是背景值 不是 為什麼 他發現說正常的人 這個年齡層的人 他在 心肌炎的正常期率 是10到103例 結果再打疫苗這一組 高到277 所以這個是明顯的 高過背景值 對 不過當然大家在乎的是說 其實心肌炎 不是每個都會死掉的 心肌炎他會心力不整 他會胸痛 他會發燒 他會全身倦怠 他走路會喘 可是到最後 這些病人怎麼樣 他總共統計 所有他們抓到的這些人 但有些人因為失去紀錄 他也搞不清楚 可是你看看 在這所有的 兩百八十幾個人裡面 只有三個人是重症 住了交互病房 那中間需要住院的 也就這幾個人 其他的綠色的部分 是完全康復 當然有些人 他沒有辦法統計到 這個臨場 這個所謂的 事後的統計 都會有這個 資料缺失的問題 這個到底是 也不需要怪他 好 不過注意事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對 雖然剛剛江醫師說 對 就算你今天心肌炎過世 或心肌炎重症 但那個比例其實也不是那麼高 但很多人會說 我本來在家裡沒事 我也很少出去 我也不在危險區 那這個風險對他來講 還是很在意的 對 沒錯 尤其是我們看到這一塊 因為他打到 打到會心肌炎的 都是年輕的這一群 那其實我們以前流感 也會造成一些心肌炎 但是都很少 那就像剛剛講的 一百萬個 一兩個 兩三個 而且這個如果有得的話 有的人是會造成心臟衰竭 你可以看為什麼 有一些年輕人 他感冒了之後 隔一個禮拜會突然猝死 那其實就是因為 一些心肌炎的這些原因 那這個是一開始打的時候 因為在美國他們就打BNT 打打打 他們打到年輕人的時候 就發現有問題 怎麼突然年輕的心肌炎很多了 所以他們才去特別調查 他在這一個族群打 16到24歲 對 他是特別容易高 而且是一般的其他的 四倍到六倍之多 那即便 那剛剛就講 剛剛佳醫師講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Moderna 會比這個 這個BNT高呢 因為這個Pfizer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藥廠 他們抓劑量 抓得非常好 Moderna比BNT高 對 結果我們看前一張 看前面一張 結果沒想到Moderna 它在前面一張 你看 結果Moderna是它的兩倍 2.5倍左右 因為為什麼 因為Moderna從來沒做過藥 所以它有時候劑量抓得不準 所以人家就是說 這一個會不會是因為 他們兩個這個經驗的不一樣 所以造成這個Moderna的 這個心肌炎的效果特別高 那所以你可以看 現在全世界最首選的 最好的疫苗是哪一個 Pfizer BNT 那同樣的是這個 那個MRNA的 那Moderna 它出來的一些副作用 你可以看 剛剛包括副作用 包括疼痛 包括發燒 其實都是比這個BNT來得高 但是也沒有關係 這個已經算是一個很好的藥 你不要再說 這個我們沒有 對 目前 不過不一定 如果我們專案進來的話 就是這個 你覺得我們專案會進來嗎 一定會進來 你覺得我們政府會讓民間買嗎 為了國民 為了生計 一定要進來 但是沒有 這個Moderna也是可以 那你把政府小得太善良 對 所以大家年輕人 所以我們這個要特別小心 打伊利的時候 老人家出問題 打Moderna的時候 你小心 親中青年要注意 好 所以年輕人要注意 對 不過 現在還是蠻多人第一劑 已經打了AZ了 對 面對Delta 現在有另外一種說法 說Delta 碰到AZ 應該是說AZ碰到Delta 都一樣了 當沙莉遇到哈莉 我們的AZ就會變科興 意思就是說 你看 當疫苗碰上Delta變種病毒 醫生說AZ變科興 意思就是說 它的保護力大幅下降 會這樣嗎 對 因為我們原先 在英國打AZ的時候 他們還 就是碰到Alpha 大概都可以五六十% 所以這個都還不錯 可是碰到Delta的時候 它突然變成只有30% 30幾%的效果 保護力 這個就一開始 為什麼中國有一個 檢毒的不過 就是因為它的保護力低於五成 他們認為說低於五成的 大概就不要打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有趣的 你可以看 如果只打1G的AZ的時候 它的效果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混打AZ加BNT的時候 它的效果就拉上來 明顯的高度很多 但是我們現在不給混檔 對 但是這個 因為現在混... 這個就跟剛剛 Nature跟Narrow的雜誌一樣 因為Nature剛剛跟Narrow的雜誌 都是30個人40個人 它有點類似像Phase 1的Trial 所以你說打一打 好像可以擺半年 擺一年 那這個也是一樣 目前都是大概600個人 有點類似像Phase 2的Study 那其實他們要等到 更多的這些資料的時候 他們就會開放 開放混打 像你看這個英國 他們是因為生產AZ為主 但是他也免不了的 也要去做做跟這個Moderna 或者那個BNT做混打的 那甚至那個 那個德國的那個已經這個總理 已經 他都已經 已經打混打了 還有另外一個 我記得好像是不知道 而且他是混打Moderna 對 他是混打Moderna 對 他就即便這樣 他也要混打這個 那這個是一個 很重要的這個情形 現在呢 我們Moderna已經比AZ多了 所以很多人就說 那我怎麼辦 我第一劑打AZ 我第二劑可以打Moderna嗎 我可以混打嗎 先打AZ再打輝瑞 連醫生都說這樣不錯 保護力還滿高的 問題是我們指揮中心到現在還是說 不行 所以來 注意事 到底什麼人 適合打哪個牌子疫苗 混打到底行不行 我覺得這個 剛開始聽話的這個 醫護人員最可憐 因為剛開始聽話的醫護人員 都打AZ 打完AZ 對 像我們也是打AZ 然後打完AZ的時候 結果現在莫德納出來了 然後他們說 那我第二劑可不可以打Moderna 稍微好一點 他說不行 你要打就從一而終 要一直打 要一直打 問題是現在國外 就做了已經很多的研究 不管是 不管是歐盟的 而且如果說我們沒有莫德納 沒有莫德納沒有選 但是我們現在是 莫德納已經比AZ多了 為什麼還不給人家混打 對 所以這個就是 比較有一點有趣的地方 現在我們明明莫德納的比較多了 對不對 AZ反而還比較少 那這AZ又多給第一群 我們的醫護人員打 醫護人員 我還不講醫事人員 醫護人員打 可是到現在他們要打第二劑AZ 很多還不能打 因為他把時間拖長了 本來8到12週 他現在要拖到第10週 那第二個 醫護人員也會看文章 我就跟你講 他們也會看Peper NATCHO也出來 NATCHO也出來 那Peper很多 那Peper一看說 AZ加BNT 或是AZ 事實上是比較好一點 防禦的效果也比較好一點 雖然這個研究不是很大 沒有說幾萬人 但是 但是 英國也做了 西班牙也做了 美國的NIH也要做了 所以你就看得出來說 人家為什麼每一個都要做 美國不缺疫苗吧 英國雖然是AZ夠 可是他後來他也有其他疫苗 他也想想看 是不是要加入其他的使用 那混打是比較好的嗎 好 那現在就重點來了 在混打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看這個 好 我們來看 我們先看這幾張 好 注意事 你出來幫我們看一下 據說 AZ呢 AZ是腺病毒疫苗 加上mRNA疫苗 這是完美組合 對 那我們先來看 這個如果只有EZ的 不管是AZ或BNT 它的效果大概都是60幾% 那兩個AZ的或兩個BNT 就是打第一劑第二劑 好 都在80% 那這個就先給大家解盲一下了 就是說 好 我最起碼AZ跟BNT 沒有什麼差 但是 但是你可以看 如果病毒它的CT是小於30的 那這個效果都會比CT大於30的 效果來好一點 那這一張不重要 那我們來看下面這幾張 才是最重要的 好 那西班牙不會這麼神經病 沒事他要做兩個實驗 一個是第一劑先打AZ的 所以663個人 那所以他就分了兩組 那一組是還是繼續的 沒有第二劑 第二個那個431個 兩倍的人 他就打BNT 那打完了之後來看看 那個效果到底怎麼樣 所以你可以看 如果只打一隻AZ 當然效果很差 那如果打了AZ或打BNT的時候 你看再打BNT 它這個效果就明顯的跳出來了 跳這麼高 對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就要開始這個 因為以前在歐盟大概是有AZ 慢慢慢慢他們BNT也出來了 Moderna也出來 所以他們就開始想 好 這個是西班牙的一個 那大家不要覺得這個文章很爛 它在Nature 2021 大概這些文章 大概都是五月以後出來的 那表示他們在什麼時候就開始做 在二三月的時候 就開始做這個文章 好 我們再看下一張 好 我們來看 一樣你可以看 你看 那個德國 它也做這個混打 那混打是什麼 它先用AZ、AZ的 然後再AZ、BNT的 或者是BNT、BNT的 這樣很清楚了吧 好 你看如果AZ、AZ 綜合抗體的濃度是比較低 它對不同的豬 武漢豬、英國豬、南北豬、巴西豬 因為還用這個 那我們不要看武漢豬 因為這個是舊的東西 那我們看英國豬 對 只要看英國豬 台灣現在比較多些 對 你看如果是AZ、AZ的話 你慘了 這個綜合抗體的濃度 非常非常的低 AZ、BNT 不用 我們還是先講BNT、BNT BNT、BNT 好像就這樣 中間一點 可是沒想到AZ、BNT的時候 它比這兩個都好 對 所以都好 所以你看這個雜誌 你也不要說 這個雜誌又不好了 這個也是2021點 Joanne、Baron、Martin 他們做的 雖然人不多 但是它這一個 最起碼對英國豬 你就可以看出來 核打是好的 那當然他還沒有看到 現在最嚴重的是什麼 Delta 對 那Delta還沒看到 因為那時候做研究的時候沒有 所以不管怎麼樣 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包括英國 包括西班牙 包括韓國 他們認為說這個混打的情況之下 是比較效果比較好 但是現在有一個比較 這個Combine Covid 這個研究在英國做的 它就是說打第一劑的時候 打AZ 這症狀是最不舒服的 打第二劑的時候 如果你打BNT的時候 這症狀又是最不舒服 結果你反而混打的人 是最不舒服 最不舒服兩次 但是他們覺得 因為整個全身性的免疫反應 可以增加的更多 所以它的效果是比較好 它寧願忍受身體上的痛 也不要說免疫力變差 寧願免疫力好一點 沒有 我要講一下 我認為張教授的意思 我大概了解 我承認就是說 我們都有AZ加BNT的資料 可是它困難是 它沒有AZ加Moderna的資料 你出去看看 所有的研究都是講AZ 厚打BNT BNT跟AZ 固然都是MRNA疫苗 可是你知道嗎 一個MRNA疫苗 加在裡面的東西 280種 兩家 有280種其他的東西 加在裡面 那你真的有把握說 AZ BNT可以引用到AZ Moderna嗎 其實是沒有把握的 好 我馬上幫你補充一下 英國的COVID-2 第二個它就用Moderna 來代替這個 所以英國已經有實測 對 他們第二個 就是Combine這個疫苗打的 就是把Moderna加進去 這就是呼應剛剛講 那NIH也是這樣 它第一劑可能是用Johnson的 可能是用Moderna的 可能用BNT的 可是它後面的這一劑 全部都用Moderna的 所以你就看得出來 人家為什麼要這樣做 美國缺疫苗嗎 Pfizer的它絕對不缺 但是它還是 為什麼 因為我們慢慢發現 它的對抗這個變 變異株的之後 它的免疫力夠不夠 效果夠不夠 也就是說 為了追求更好 對 是不是要打第二株 或是第三株 好 那我們來聽指揮中心的說法 在國際上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些 打了AZ以後 再改打這個 輝瑞BNT 確實是有看到說 副作用比例可能會更得比較高 那可能沒有 特別嚴重的不良反應是沒錯 那可是更嚴謹的說 那確實是不同廠家所做出來 是不是可以直接這樣推論 是不是打 輝瑞疫苗說有很好保護力 我們就可以推論 MRNA這個Moderna 一定也很好保護力 這當然是嚴謹的科學來說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有其他的一些佐證資料 那到目前我們還是不建議 到目前 以目前的科學證據 還不建議混打 好 所以指揮中心為什麼說 No呢 他說有AZ加輝瑞 但現在沒有 AZ加莫德納的研究報告 那注意事你趕快把那個報告給他看 注意事 你給他 他不知道有 有啦 有啦 他們有看 有啦 那個結果還沒出來 有些是正在做 對 還在做 好 那我們來談談 我們也很擔心 這算是超前擔心 因為台灣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證據顯示 台灣有印度變種病毒Delta 但是在美國 在歐洲 Delta的變種病毒的佔比一直往上竄升 所以我們還是要為雨綢繆 如果Delta進來台灣 是不是即便打兩劑也擋不住 我們目前有三例 但是那是還擋在境外 那是境外移路的 還沒有到我們社區 沒有本土兵力 這樣子要講清楚 還沒有到我們社區 還沒有到本土 但是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如果真的進到我們的社區 是不是連打兩劑都擋不住 擋不住 其實我個人預測 我認為Delta一定會進台灣 早晚 早晚會進台灣 因為這種病毒是先有傳染力 會有症狀的病毒 開放的時候更慘 其實冰界不完全鎖死的情況下 它一定會進來 就像我當初也講說 社區感染一定會發生一樣 那就不要吵了 打兩劑也沒用了 所以現在不要吵了 所以要打第三劑 政府要準備 是準備買第三劑 對 而且現在要準備了 所有的疫苗 都是一年前做出準備 如果你現在整天只悠煩 你沒有前面這兩劑 然後你沒有考慮到第三劑的話 到明年 我們到處又要到處求爺爺告奶奶 所以明年我們要開始吵 為什麼它可以先打到第三劑 對 好 可是還是要了解一下 Delta病毒的可怕的地方 英國目前 你知道它施打率比美國還高 對不對 它目前死掉的人 三分之一是打過兩劑的 三分之一是打過兩劑 然後Delta死掉的 三分之一打兩劑 竟然還會重症死亡 對 而且占了它死亡的 比例高達三成 對 而且我認為會逐漸的高起來 所有的國家 像英國的Delta 已經占到總病例的90% 那美國正在跑 美國現在 已經降到31 你如果看一個月前 只有個位數 現在已經是31%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可怕的 兩週前2.7 到6月5號就推到10% 對不對 那現在已經變成31% 所以它是迅速的增加 所以很可怕 你看看 以色列 以色列打的 我認為全世界最打的 最好的疫苗對不對 是以色列 而且打的比例很高 普遍率最高 對不對 開始很快 可是你想想看 現在以色列其實 正在因為這個Delta 再開始往上走 也開始出現一個 第一個情趣感染 所以我覺得 其實公衛的措施 是最重要的 你不要只想到說 只有疫苗 就一定可以保護你 然後不要幻想 那個神藥的事情 從人類歷史上 靠藥物打敗病毒 目前看起來 我看到的只有錫肝 錫肝我們把它滅絕 對不對 可以說根治治療 其他我們沒有什麼藥 可以把病毒徹底殲滅 所以你也不要幻想說 200年來的事情 今天就會發生 你就發生一個神藥 然後呢 所以到處有人講什麼 異為禁術什麼 講了半天 其實我跟你講到最後 都認為沒問題 包括你原來幻想的 包括川普用的 對 瑞德西偉 瑞德西偉現在也是認為 就輕症的時候幾點 對不對 後面就沒效了 然後呢 就抗體 抗體 抗體現在一個 兩個已經死掉一個了 來 我們看下一個 好 你看 英國現在第三波 95%全部來自Delta Delta 所有的城市 都是一樣的表現 而且更糟糕的是 巴士的研究所 這個是全世界的 維生物的開始 對不對 他發現一劑BNT疫苗 綜合抗體 對Delta的有效 降到32% 那一劑AZ 基本上沒有效果 我們要面臨的局面 是這個局面 要求要普篩廣篩的時候 指揮中心說 我們沒那麼嚴重 沒需要 那我們要求 要趕快買疫苗的時候 他說我們控制得很好 就等國產 那我們希望現在 我們提醒Delta的時候 指揮中心一定要 新陳不是敵之不來 而事物有以待之 對 好 來下一張 讓你準備一下 你看 其實我們剛才也講過 這個變種病毒 即使最好的認為 目前反應率最高的 這個輝瑞疫苗 它其實是相當有限的 你看 這個是所謂的印度變種病毒 這個是所謂南非株 英國株 對不對 野生型 這是我們舊的 對 原始的 綜合抗體濃度 本來可以打到這個樣子 你打到英國株 已經變這個樣子 已經印度了 印度變成 對 打到印度株的時候 你已經快到生存線 快掉到這個線以下了 所以其實是真的是 岌岌可危 為什麼連輝瑞都在 莫德納也是 都在研究第三針 研究第三劑 就是把他的MRE修改 然後希望能打第三劑 就在這裡 接著 加上 到台北 1 2 3 2 3 2 3 2